圣诞节假期 许多人选择亲近大自然 根据一个实时监控人流量的地图 今早有至少十个公园在同一个时段 人流量达到了尖峰 有至少一个地点因为过度拥挤 必须谢绝访客进入 向来是远足热门地点的五级芝麻自然保护区 清晨就迎来许多公众 尽管国家公园局安全距离网站显示 公园里有大量访客 不少人却认为人潮仍在可接受的范围 为了管制交通 避免人潮过于拥挤 保护区最近的停车场 早上和下午时段都短暂关闭 而在植物园 享受野餐乐趣的家庭也随处可见 国家公园局表示 将在今年底继续执法行动 确保民众遵守防疫措施 国家公园局表示